今天去同乡会的迷你仓拿东西 跟大家聊聊美国的这个迷你仓 我在网上一查 好家伙 这些迷你仓都是上市企业呀 费用他喵的也不便宜呀 像我们用的这种小的这种 一个月都要差不多100美金 有朋友问我会不会有人把家里的billbill啊 这些放在这个迷你仓 但是那基本上都是电影 但是如果你存放久了以后 你没有去继续续费的话 这个仓库就有权利把你的这些货物给拍卖了 所以在美国有很多人 就去拍卖这些无人要的这些仓库 然后看看里面能不能逃到宝